文章来源RFI 法国世界报周二表示 比利时的工业大抛锚 比利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高科技公司倒闭潮 一些比利时人惊呼 我们被中国人吃掉了 法国世界报布鲁塞尔通讯员让皮埃尔斯特罗班特 张皮尔·斯托勃斯写道 9月16日星期一 数千人在布鲁塞尔游行示威 以支持奥迪汽车集团布鲁塞尔工厂的近3000名员工 因为该工厂正在走向关门的路上 根据警方 这次游行共有5500人参加 并有外国代表团前来声援 特别是法国代表团 示威者们表达了对汽车行业未来 以及整个欧洲工业的担忧 比利时全国雇员工会联合会的多米尼克 布雷·Dominic Bray表示 我们不管不顾我们的工业 我们被中国人吃掉了 我们必须重建 这是唯一的保证 所有人都有工作的途径 比利时劳工总联合会 冶金业秘书长希拉尔·索尔·黑劳索尔 则表示 政客们并不了解正在出现的危机的重要性 希拉尔·索尔的话 在比利时特别能引起共鸣 因为陷入困境的比利时工厂 并不止奥迪工厂一家 公交车制造商Van Hu4月份破产 只有部分业务找到了下家 导致1500人失业 6月份 纺织和化工集团BOU宣布关闭其在比利时的两家工厂 但同时 它在中国和法国的生产则得以维持 9月份 全球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商 跨国公司百乐加利宝 Barry Cobalt宣布进行重组 裁减该公司13500个工作岗位中的2500个 其中裁减的500个工作岗位涉及比利时的法兰德斯工厂 传统玻璃行业也宣布重组 前沿领先企业也紧随其后 还要担忧服务业和贸易业 泰雷斯阿赖尼亚宇航公司 Health Alinea Space是比利时航天工业的重要一员 该公司在比利时的三个厂址共有700名员工 他们也不能幸免于重组计划 泰雷斯阿赖尼亚宇航公司计划裁减共1300个职位 其中大部分位于法国 另外 据东福兰德斯地方政府称 位于该地区的Belgian半导体工厂 原本是创新技术的全球标杆企业 但这家工厂已经于7月底申请破产 让440名员工失了业 最新的一个坏消息是 中国电池组件生产商诺德9月6日宣布 由于经济上的不确定性 暂停其在埃诺的建设项目 这个项目的计划投资是5亿美元 比利时企业联合会的代表董事彼得 蒂木曼斯 Peter Timmermans说 他 我告诉政客们 做好准备吧 因为这一切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还需为服务业和贸易业担忧 企业联合会的这位代表董事还说 薪酬自动指数化系统 让比利时工业的薪酬残障程度 达到15% 比利时在能源上的开支 比其他国家高得多 由于欧洲绿色协议 比利时还面临官僚通货膨胀 难道比利时就没有优势了吗 历史学家兼工业专家 皮埃尔·蒂尔·皮尔·蒂尼 回答说 可能不是没有优势 比利时的地理位置 安特卫普 泽布鲁日港的重要性 劳动力的素质 比利时在研发领域的投资 这些都是比利时的优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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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